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叫A加安了嘛 然后老师忘记了 然后他就会讲 老师你忘记定有A加安了 哇这个 才一般人给他拔的东西 如果有些人没有读啊 然后就要开到选班 A加安末节那些 还有一种就是 他在下课的前一秒 他就会问老师问题 刚问完后就切完了 那个名字就好主题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等了 然后再等下课 而且我记得 在这里还是不喜欢那种招音 制造者就好像什么 比如说你打嗝啊 或是打哈欠啊 什么都还好 我最费钱的就是抖角了 有没有人同感 因为有时候打嗝啊 跟打哈欠啊 一下子就过了 抖角的话就是一直抖 一直发出声音 抖你的椅子 然后你就整身都在抖了 然后对桌子联系的时候 跟 天嘛 你的桌子联系会一直抖啊 然后你的东西啊 水挂了 就会一直抖抖 要这样这样 我真的会欺激过了 然后跟他讲 他用贵的品牌 然后对你跟他讲 很多次他才会 一种 我还有遇到这个 我最喜欢这种类型的 还有一个类型是 中文邦老师讲了 歪套的 你知道吗 他是根据老师平时的 那个言行啊 他讲的话 然后来帮他取歪套 我超爱的 我出品有很多个啊 我也是这样讲耶 我的初衷有一个 他讲的经典名句 导致到他的名声 虽然我们平时没有这样讲啊 就是我们私底下讲他的时候 通常都会讲他 就是我们这样 这个我也有 我以前我的 马来文老师 他喜欢就讲 然后我们这样 可是他应该不会介意吧 就是我们 默默给老师取这个名字 校长也是很多外号的 小学的时候 现在也是蛮多的 可是好像可以这样 就是这些学生 都在帮我上去 然后还有这些人 不然觉得是超有才 就是根据老师 那些人是讲的 学一个画面 因为他画面的名字 我每次是想不到 就很佩服他们的想法 就是 讲这样多学生 我现在很想讲老师 我们来讲老师 我很常就是 看到我名字固文型 你知道吗 你怎么迟到 你怎么没有带书 你怎么没有带课本 我想讲一句就是 我们没有带 就是没有带了啊 我们不能讲什么 就是没有太好 或者是我们迟到 我们讲那些理议 假假啦 你 哎呀 假假的啦 真的是 塞车 你不会早点出来 那种 我就迟到了 那我就怎么办 我现在是一定会高兴的 老师 我问你的眼睛 然后讲老师 会有反过理解 然后我就 所以我们解释来这么无言 就完全给老师讲就好了 还有很多那种 都讲新中文啊 就是那种 我们都有分钟下课啊 然后不管实体还是网课 都是过头 然后我们 现在 时间还没有到 然后你们就是下一分钟就下课 然后我们讲完这一集 我们才下课啦 然后简单讲 世界已经过了好久 我们还有老师 是提早上课的好吗 提早上课很改 还有一些老师就是 人类一定 过时间啊 然后可能 哎呀还有意义啊 叫我们讲完先下课啊 不要讲这一句话 不会太久了 到时候就会再说完 很基本下课 对 老师很多这样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 回忆你 大识语 初一 不可以讲XR 就是有遇过这个老师 我课本翻写 是十分钟 我自己五分钟 我是在 要打课 说要睡觉那种 我觉得不止初一诶 我觉得我读书生涯 到现在每天都在遇到 那个他有时啊 他的生意可以有时高有时低 有时高有时低 有时高有时低的 他已经高高 高很高 低又好像 要在精管闯那种生意 很小色 我觉得老师可以 就是转职做催眠师 应该蛮专的哦 真的哦 来来 每个本次来 然后上课 我们回来学校听进历史课 一开口就是在眼睛梦想 比安眠药还要管理完 我觉得不是历史 我觉得是语文科啊 刮马英 刚刚刚老师我们的语書 我讲也讲的时候 就是很平很终 就是平平过一点 完全乐习服 我很喜欢叫我们 画重一点 就好像叫我们 HIGHLIGHT 本年出来画 有时整个人 都是会被画到晚 要 铺一张铺三 SBX 根本都不是HIGHLIGHT 我根本不知道我来做什么 我就讲 我还是做HIGHLIGHT 他成本都是HIGHLIGHT 我没有讲 我的HIGHLIGHT一上完 他的课 然后讲 是时候准备下一次HIGHLIGHT 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这样多啊 我也想知道 就是你们吧 有没有那种很经典的孩子 像我画 我之前在课题课 一上完一集啊 我都会叫我朋友 HIGHLIGHT去上厕所 不然你就HIGHLIGHT 下一节什么集了啊 不知道走咩 不过你们班有没有 有啦 肯定有嘛 还有那种几点聊啊 我以前的时候就有带手 没有吗 我就是被问的那一个 朋友就问 在几点了 我是奇怪 上面不是有时钟啊 为什么还要问我 当学校时钟我是没有用的 白美罢了 我没有带手 然后我去这个地方 接测本 这个结果 他还蛮从那个事情 恐怖的咯 不能借书啊 你要被骂啊 去借书 老师有时候就很疑问 为什么会忽然间 有人敲门进来 然后就这样 哦我找了现在谁谁谁 那其实咯 就是跟别的班借客们 然后他们要还来嘛 然后老师就会很疑问 为什么他忽然间 进来找人这样子 然后我很想到啊 你们上网课啊 有没有什么经典才词 然后我的话咧 就是我会 懒惰起来 scan那个QRQ 所以我就跟朋友 微信讲 诶你们有call吗 你们有call吗 发给我一下 我也会有 尤其是第一节奏 真的是损了很多钱 那种 就接待闯商的网课 从商的网课 你们呢 大家有微信群 都会有 我那个call的照片 啊 我那个call的照片 我只要call 有一些老婆 他们会直接 弄到整张啊 他就有两个call 然后你只要自己重新见过 然后 他可以scan 因为如果他同事了 两个call的话 是scan不到的 所以你要另外candy过 然后发去那个啊 你可以 诶我们讲完这个 学生的经典台词啊 我们来讲一下 老师的经典台词啊 我想讲啊 结果我每一年啊 都听到老师讲 诶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班 诶 每一点都带的那一班 我觉得很奇怪 你们有吗 诶 重点是 为什么最差班 是自己在演这一班 就很恐惧 诶我今年又是最差那一班 诶我去那一班 诶我今年又是最差那一班 然后还有最吵那一班 对 对 对 然后他就讲 这题我已经讲过几次了 为什么考试的时候 还是很多人做错 可是有些任务问题 就明明很少人做错 我反正是从 被很多个老师讲 我反正是 整个苏珊的走栏 最吵一遍 就可以跟 八大做对比那种 你们普通时候很多话讲吗 叫你们出来讲话 全部变两巴 我在这里讲 你也站在那边讲 来你上来讲话 对 我就吐槽一个东西 我们讲的东西 跟课文没有相关 所以有些老师 真的是很喜欢编故事 他就讲 我从厕所 就已经听到你们发的声音了 可是他每天就从楼梯上来 我叫厕所 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真的是很想访问 众老师很多 他们是有趣 诶还有一些老师 就是各天的时候 你要教那个作业的时候 还是有纸张的那种 做业的时候就讲 诶你的纸张好像 鲜菜这样 全部周周 有吗 你们有吗 我有中过几次 我就改去了 真的是不然谁 放在书包里面 全部周掉吗 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中学应该没有了啦 小学不要多啦 小学通常不会顾的 开他的那个书包 一团子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这是哪一个 你来的 我觉得正常的就是 遇到那种 老师端网的 端线的时间 越来越开心 好不好对 当然啦 不用上课 肯定开心啊 他很想看那种交出公告 讲老师请假 然后刚刚请到我们了 哇 很爽欸 嘿嘿嘿 老师在那里 什么什么老师请假 然后在那边 就会一个一个 那种表情 YES 我又开心了 有些不是YES 然后他就讲 我真的很想上课 嘿嘿嘿嘿 你再给你一个一句 啥? 没有有些就是这样子的 我刚刚你们有没有 就是那种啊 讲这个是 是没有Share Grid啊 也是BBD不能动那种 他讲很久了 然后他才发现 然后我也不知道 还不需要 我们在跟他讲 老师你没有一定没有动 是吧 其实有些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要跟老师 讲什么 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老师 需要用到BBD 然后老师还讲一讲 啊有没有看到下一页吗 蛤 老师你要给我们看BBD啊 不是 你没有看BBD 我看你没有看到 有游戏啊 实际是很火大 就是好像他连续 就要第一个人 然后有人来回答 他的火炸已经要开了 然后他叫第一个人 然后没有开 就一直来啊就过 老师 老师 他大概叫我 大概三四个口 然后他就开始 Don't waste my time 他是那种 你没有回答他 你可以讲的 你都没有回答他 他可以接受 他可以叫别人 就如果你完全没有回答他 他会往那个火再上来啊 我等听到他骂人 那其实是学生有的理解嘛 就叫做偶尔 你会不要理哦 然后老师又会浪费事业 我真的是 是学生有的费钱嘛 而且最讨厌就是中的学生 你知道吗 他就弄到老师多大 然后你下一个 可能你开天了 你好好回答问题 你回答就好 老师就骂你啊 你知道骂 他呢 为什么要伤一个人这个东西 要我来比 真是很不明奇妙 我觉得很讨厌 下一个学生 那种恶务老师 然后刚好 全班吃了一种 很大 一种哼 讲的那种 说为女妈在吃 很讨厌 很讨厌 不一样的老师 我真的是 很亲爱 不完全班安静 然后很 有那种眼神 那样看着老师 他很喜欢 变老师的头向 那是不是这么一个 这需要的话 整个都卡在阿的时候 你们诶 excuse up 然后就变成一个表情包 找了 那就拍拍拍拍拍 我变比了尖靠 有时候不是老师 哪有时候是学生 已经中过了 我的表情包 已经超过十个 还可以通告 我觉得就还有就是现在Twitter没有没有那个Record 之前我像个网友讲 那是真的把你的Record抓去Google Plus 然后现在Twitter可以Record了 我的家真是好不愧哦 比如说你忘了他什么 你就听不到老师讲什么 然后反而他又没有Record了 你又不能听回去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好自闭哦 我有一个老师很凶 他开着主题然后Record你 今天我们讲了这样多 应该有大部分都讲到了话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可以在留言区下面留这样 你们可能还没有讲到 你们可以在留言区 今天虽然讲是吐槽大挥 可是我们还是很感兴趣 有这些奇怪的老师 奇怪的学生在我们的中学生涯里面出现 我们那个中学生涯才会有印象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人的话 你会去 我一定会相信你的中学生涯 读书罢了 嗯 想不了 但如果你有这些人罢 有些印象 哦 这个老师很好笑 这个同学的 这个老师生气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打疫苗递针了 希望可以快点回到实体课去上回去 然后想要去看一些奇葩人 做一些奇葩的事情 今天的初吵大会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记得订阅 点赞 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完东西 嗯 大家一起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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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